新生命教会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在这里呢 要再次欢迎所有的儿童们 青少年们 执勤们 成人 以及我们自爱的喜乐兵们 非常的感恩 由你们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 来参与这线上族 在主日聚会还没开始之前呢 鼓励大家把这个视频 分享给小组组员 左邻右舍 或者金盆器哦 好让他们在这非常的时期呢 也能持续感受到 神的爱和神的同在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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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YouTube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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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奉主耶稿 李宗盛 那么在马太福音 有四处的经文 四处的经文 四处的经文 主耶稿都邀请人到他的面前来 那么这四处的经文 好像都是个别新的 但是我发觉它们都是有连贯性的 今天我们会先看两处的经文 现在我们会先看两处的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主耶稿主耶稿就教我们到他面前 卸下一些的重担 得着心灵的安息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所有老口单众 当我这里来吧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应当复我的恶 学我的 向我学习 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 我的恶是容易复的 我的单子是亲神的 今天很多人都承担着很多的重担 这些重担就是压在我们身上的外在的压力 你看读书有读书的压力 工作也有工作的压力 单身也有单身的压力 你每次遇见你的亲戚朋友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你 今年几岁了 找不找到结婚的对象 什么时候结婚 谈恋爱也有谈恋爱的压力 不知道他会不会 与情别恋 那么结婚之后呢 也有家庭经济的压力 孩子教育的压力 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冲击呢 就是雪上加霜 要处理财务 也要处理债务的问题 即使是一杯的清水 一断在手上久了 也好比千斤重 更何况这些压在我们身上的生活的压力 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把这些东西丢掉 他没有说这些东西不重要的都丢掉吧 但是他却教我们把重担带到他的面前来 你看到你身上拿着很多很重的东西的时候 你当然很希望有人会上前来帮忙 而不是要你自己拿着过去 才来帮忙你的 以前我们的办公室就在三楼 是没有电梯要走楼梯的 有一天呢 我就把池子停在对面教会的停车场 那天的早上呢 我就拿着好几袋的东西 然后我就跨越机械 跨过了那个马路 到了对面的时候 我就要走上三楼 虽然我不算很老 但是上到楼上的时候 我已经蛮喘气了 当我放下东西要开吻的时候 转身一看 原来有一个小伙子就站在我的身后 我心里想 哎呀 为什么你没有上前来帮忙 但是主耶稣不会这样子对我们的 主耶稣很乐意地帮忙我们 但是祂却要我们主动地回应 祂不会强行地把我们的担子从我们的身上挪去 就好像如果你不相信医生 你就不会去找他看病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也没有人能够勉强你去做的 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地来到主的面前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的虾子巴迪迈的故事 巴迪迈是一个虾眼的气派 他住在耶利哥城 有一天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进到耶利哥城 服侍了一段的时间 当主耶稣要离开耶利哥城的时候 巴迪迈他听见耶稣的事 他就坐在城门口等着 当他听到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 他就大声地呼喊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然后众人就赤子他 执非他 杀他 不要吵 但是他越发地大声说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然后在四十九节这里就说呢 耶稣就站住说 把他叫过来 因着他的呼求 主耶稣为他停下脚步 但是主耶稣却没有走过去 却说把他叫过来 他们就叫那瞎眼的人对他说 放心吧 起来 他叫你了 刚才就叫chut up 现在叫他chut up 耶稣叫你过去了 他就放丢下了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去 你看对个瞎眼的气概来说呢 他的一件衣服可以穿很久 也许就是他所有的财富了 但是为了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愿意丢下一切 而且他是马上的跳起来 不是慢蹲蹲的爬起来 他就走到耶稣那里去 耶稣就对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你看主耶稣啊 你这不是明智顾问吗 每个人都看到他是瞎眼的 瞎眼的 抬得出来 瞎眼的 但是瞎子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需要 他可能来到耶稣的面前 是要求周祭 几个的桶钱 几个的面包 或者是几道的幸福 如果他的信心只是要得到这些 这些就是他所得到的 但是这个瞎子大迪迈 他很清楚他要的吃什么 他说拉波尼 父子 我要能看见 我要能看见 我不要再做欺盖 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不需要再讨饭 我不需要每天靠人的周祭 今天你知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可以凭着信心 把你的需要 把你的问题 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 你说主啊 我要痊愈 我不要生病 我要工作 我不要失业 我要偿还我所有的债务 我不要再欠债 我不要单身 我要结婚 然后主耶稣就对他说 去吧 你的心使你痊愈了 然后他立刻就看见了 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之前他的需要 是我要能够看见 现在他能够看见了 他的需要都满足了 但是他却没有马上的溜掉 他却在路上跟随耶稣 之前他说要看见 现在他要跟耶稣 他要走主的道路 他说我要更多的认识主 我要更多的见证主的荣耀 我要为主而活 我不要再有一个没有丁香的人生 我要有人生的目标 我要为主耶稣 活出卓业的人生 今天你也可以为主耶稣 靠主耶稣 活出卓业的人生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患血肉病的女人的故事 在马克福音的第五章 第25节这里说 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病 血肉病就是女人病 她每天的流血 逐逐流了12年 然后她看到很多的医生 受了很多的痛苦 她又花进了一切所有的 不仅毫无歧视 反而更加的沉重 她反而更加的沉重 你没有如此的经历 你用尽了一切的方法 尽你一切的所能 去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你的问题不单止没有好转 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 你说我什么神都拜过了 什么医生都看过了 什么药都吃过了 就是没有好 我用尽了一切的方法 但是我的婚姻 还是越来越糟糕 我已经不再懂得 如何去管教我的孩子了 软的 硬的方法 我都全部都用过了 就是没有效 我很努力地去还债 但是我的债务却是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女人 她对她这笔心里说 只要我去到耶稣的面前 只要我碰到她的义上 我就会得到医治 你看如果她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她要走过很多的障碍 她是一个生病的人 她已经流血 流了十多年 她已经失血过多了 可能她平时走路的时候 走没几步 她就会晕倒了 但是现在她要 急过人群 她就算不病死 也会被人急死 然后血肉病 按照当时的律法 是被认为是不洁净的 凡是碰到她的人 也是不洁净的 所以如果别人知道她是荒血流病的 他们会振罚她 而且她也必须突破她自己心理上的障碍 我这个不洁净的人 我这个这么误会的人 我被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可以碰到她了吗 而且她也必须要突破她心心的障碍 主耶稣的身边 这么多人都碰到她 都没有什么的事情发生 我即使碰到她了 真的有效吗 但是她不顾一切的 她就排除万难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当她碰到主的衣服的时候 有能力从主耶稣的身上出来 她就得绝育了 然后主耶稣察觉有能力从她的身上出来 就问说是谁碰我 33节 那个女人知道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 她就恐惧沾尽地前来向耶稣服服 把事情全都告诉她 之前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是要摸着耶稣的衣裳 是要得医治 现在她来到耶稣的面前 是向耶稣服服敬拜 那主耶稣就对她说 女儿你的心使你痊愈了 平安地回去吧 你的病已经好了 你的身体已经得医治了 你的心灵已经得平安了 你的病已经好了 英文是说 从你过去的苦难 已经得到释放了 这个女人 她过去的十二年 她经历过什么样的日子 她过去的十二年 不单只是白活的 她是活在痛苦和煎熬的当中 她的血已经要流进了 她的钱要花进了 她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人 她去到哪里 都受到别人的牌子拒绝 她身边的人都离开了她 她过去的十二年 是多么的痛苦啊 但是主耶稣对她说 你可以平安地回家去 重新过你的人生 人生有多少个十二年 过去的十二年 已经永远的过去 不会到回头来了 但是接下来的几个十二年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 过一个全新的人生 这个女人被主称赞 使你的信心 使你得全愈了 只是当时主耶稣 一句的称赞 就已经值得了 而且她的坚证 也被讲述了两千多年 今天你知道你的需要 你的问题是什么 纵然你正在过去 有很多的劳苦 但是你也可以凭着信心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把你的中担交给祂 在祂的面前领受恩典 得到医治 得到心灵的平安 你不需要再活在过去的痛苦 和失败的当中 你可以靠着主耶稣 活着一个的全新 全然不一样的生命 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段 是在你的前头 不是在你的后头 所以今天让我们凭着信心 感兰无惧的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地下中担心灵安息 接下来我们再看 马太福音的第17章 14-18 主耶稣要请我们到祂的面前 来脱离捆绑 得到真的自由 在17章这里说呢 耶稣和门徒来到群众那里 有一个人前来归家 对耶稣说 主啊 可怜我的儿子爸 他患了癫痫病 非常痛苦 好几次掉进 火里和水中 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 他们却不能医好他 然后耶稣说 哎 这不信又怪妙的 是的呀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 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 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 耶稣辞责那鬼 鬼就从孩子身上出来 从那时起 孩子就好了 刚才在马太福音11章 我们看到 是人外在的压力 导致他心灵失去平安 但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是 恰恰的相反 而是人的内心的问题 在外在的彰显 这个孩子患了癫痫病 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彰显 但是他真正的问题呢 是他里面被鬼附了 当主耶稣吃着那个鬼 把那个鬼赶走的时候 他的癫痫病就好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 每个的癫痫病都是被鬼附 但是这个孩子就是炉子 外在的重担不容易承担 但是人最大的问题 是在心里面的负担 最大的杀手 是人心里上的疾病 能心中的惧怕的焦虑 不安 愤怒 苦毒 仇恨 醉旧感 自我的控住 扭曲的自我形象 所以在这边说的 第十八章第四十节这里说 人的心灵能够忍受疾病 但是心灵忧郁 谁能够承受呢 外在的问题 身上的疾病 心灵还可以能够承受 但是心灵忧郁了 就很难承受了 外面的风浪 使到门徒非常的惧怕 他们对主耶稣说 我们要死了 你不管我们吗 但是主耶稣却在风浪中 平静安稳 为他们狮子风浪 平静了风浪 如果我们心中失去了平安 我们就不能够 面对外在的问题 我们看看扫罗王的劣质 真正把扫罗王击垮的 并不是在外面的巨人 而是他在他心中的巨人 而是扫罗心中的 他的惧怕 他的自卑感 他的没有安全感 是他的疑心 是他的妒忌 是他的愤怒 其实扫罗他有很好的外形 圣经说 他长得尖壮俊美 比平常人 人都高一个头 在整个的以色列人中 没有一个可以赔得上的 你看他长得高大去 但是他内心却非常地自卑 但是先至撒不尔 跟他发言言说 神要安立你做王的时候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我的自卑 边亚敏 是所有自卑中 最小的自卑 而我的家是 整个的自卑中 最小的家 他说我凭什么做王呢 然后当撒不尔 要当众人的面前 安立你做王的时候 他就跑去躲起来 扫路跑到哪里去了 快点找到出来 要做王了 后来他做王的时候 也没有安全感 当他看到 很多人要离开他的时候 他就等不及 等到杀母而来 他就去先祭了 他就得罪了神 因为他不是祭司 是不能够献祭的 然后呢 他听到那些妇女称赞 大卫的时候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他心中非常地妒忌 要把大卫杀死 他已经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的君王 但是他却妒忌一个的小不同 但是大卫就不一样 大卫能够击倒巨人 哥利亚 希望他内心里面 有从主而来的 知心和力量 当众人都惧怕 这个哥利亚的时候 包括扫罗 都不敢出来应战 但是大卫却对那个费利斯人 哥利亚说 你来攻击 我是靠道靠枪 但我来攻击你是 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万军之耶和华就是 你所顾罢的 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天耶和华 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 这样全地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一位神 也许这些人群都知道 耶和华拯救人 不是靠刀 不是靠枪 因为战争的 胜败 战予耶和华 他必把你们 交在我们的手里 当大卫要出去 出战之前 那个扫罗对他说 你就可以用我的盔甲 用我的兵器 用我的宝刀 你看这是多么大的尊容 可以用王的盔甲 王的兵器 但是大卫王 大主不合身 因为少罗太高大了 然后他就说 我宁愿 做回我自己 用神 给我的恩赐 用我的甩子气 他不需要靠外在的造型 只是凭一个的石头 就击垮了 各具人各类 今天你可以向很多人学籍 但是你不需要去模仿的人 你可以好好的做回你自己 因为神造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当然做回我自己 并不是说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不能改 做回自己呢 就是努力的去改变自己 成为神 要你成为的那一个人 你要按照神 创造你的这个的心意 去活出你最卓越的人生 发挥你最大的潜能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到 那个的例子就是 先知以利亚的例子 先知以利亚 他靠着耶和华的能力 他就击败了 850个假先知 那是一场今天冬地的战雨 It was a very shocking battle 直到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 都想不在神的面前 Cody宣告说 耶和华是神 但是 因着 王后 耶稣别 一句话 一句恐吓他的话 他就 猖皇地逃命了 耶稣别对他说 明天这个时候 如果我不杀你 我就不信爷 然后他就 猖皇地 惧怕地 逃命了 在 列王纪上的 第19章 第13节 这里说 以利亚就害怕 起来了 逃命去了 他到了 犹大的别士巴 就把自己的 古人留在哪里 他自己 你就在旷野走了 一天的路 来到一棵 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 求使 说 耶和华 我现在已经够了 求你取我的生命吗 因为 我并不比 我的列祖好 原来他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在外面的敌人 他可以面对 残暴的 亚哈王 他可以 胜过 850个 假先知 但是现在 却 一句 皇后 也许别 一句话 他就害怕 逃命了 因为他真正的问题 是他 隐藏在心中的 一个遗憾 他说 因为我并不比 我的列祖好 原来他常常 都用他自己 以前人来比较 可能他是跟 亚伯兰比较 跟摩西比较 跟约束养比较 跟巴卫比较 他说 无论我怎么做 我都比不上他们 我都不比他们好 结果 经历了一整天的服饰 一天的征战之后 他达到了 属灵的高峰 但是当他的精神 他的体力 筋疲利剑 皮法困倦的时候 这个隐藏在他 心中的遗憾 就浮现了出来 他就有很多的 负面的情绪 涌现了 他就害怕 他就逃命 他就向神求死 不如让我死了吧 他就埋怨 我总不比我的心 多好 他的心心就全失去了 后来神是怎样 汇补他呢 神是在他心中 用微小的声音 跟他说话 神没有用外在的地震 外在的狂风 烈火跟他说话 而是神是在他心中 用微小的声音 跟他说话 教他心里的力量 再次地更强起来 今天你的心里 是不是有鬼 你可以大膽地 来到耶稣的面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把你心中的鬼 赶出来 把你心中的 一切的恐惧 一切的迷惑 一切的愤怒 一切的孤独 一切的不满 一切的埋怨 一切的错误的 扭曲的自我形象 把你对去 心中所受到的创伤 可能曾经有权柄的人士 在你的面前 说了很多贬低 负面的话 使得你坑坑地怀 但是今天你可以来到 主耶稣的面前 得自由 得释放 叫你的内心刚强 可以面对 前面的挑战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刚才我们人生的 许多的重担 困苦 因此你邀请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 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 叫我们在你的面前 领受心灵的安息 也求你来 纠正我们的内心 祝福我们心中 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 好叫我们可以靠你 刚强壮胆 主叫我们 主前面的日子 不再一样 我们可以经历你 更大的恩典 更多的奉献 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 祈祷的名 如果你在我们当中 你还不认识耶稣 今天你要接受耶稣 你可以跟我做这个的祷告 让主耶稣 今天就请你的生命 成为你生命的救助 祂今天邀请你 来到我面前 放下你的重担 领受心灵的安息 在祂面前得释放 得到真正的自由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爱我 你看到我人生的苦难 你知道我所有的问题 不管是外在的压力 还是我内心中的困苦 主耶稣我到你面前来 我也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救主 赦免我一切的罪 让我成为天父的孩子 我把我的重担 让我赏给你 请你成为我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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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导我走前面人生的道路 让我活着丰盛 参与聚会的朋友 然后他就会 来带领你 更多的认识主 再见 封主耶稣基督名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